那所謂開悟的意識是 你了悟了你在宇宙當中的地位跟角色 你了悟了在一切萬有的心目中 你有一席之地 所以各位不管你認不認識我 你在我的心目中有一席之地 我很清楚 我在你的心目中有一席之地 不是因為我是有錢人 我是有名的人 我是一個成功的人 各位不是 這樣我明白我在說什麼嗎 我們講的是什麼 心靈 心靈 那你們那些認為你要有錢才有地位的人 對不起 你落入了世間法 你掉入了比較 各位有錢人真的比較有地位嗎 那可不一定 那可不一定 哪一天你沒錢了呢 你認為你們成功了 所以在爸爸的心目中比較有地位 世俗法有可能這樣 因為你賺錢嘛你成功嘛 爸爸媽媽更肯定你嘛 各位 可是如果本質上難道你不成功 你沒有地位 在爸爸媽媽媽心目中就沒有地位嗎 就沒有一席之地嗎 各位聽到我在說什麼嗎 這就是什麼 你心裡面確定了沒有 各位 你確定了沒有 我今天要各位確定下來 不因為你們外在的成就 不因為你今天成功了沒有 不因為今天馬英九認識你的沒有 馬來西亞的總督 總理認識的你沒有 習近平同志認識的你沒有 來米軍 習近平同志跟你熟不熟 他怎麼跟你不熟呢 奇怪 習同志跟你熟不熟 他有沒有請你吃包子 沒有對不對 對 各位 這就是我們一般常常用世俗的標準 做判斷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今天要各位你們確定下來 當你們進入賽斯心吧 我要你們確定一件事 你們每個人在宇宙的心目中 都有一席之地 你們這件事一定要確定下來 因為如果沒有確定 你永遠會飄蕩不安 你永遠不會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愛我 你們活了一輩子 你會不確定我先生真的愛我嗎 我的太太真的愛我嗎 我的孩子做那麼多 我的孩子真的愛我嗎 我那麼多兄弟姐妹 剛剛那個同學提到 我那麼多兄弟姐妹 我的爸爸媽媽 有沒有真的愛過我 我在他們心目中 重不重要 有沒有 各位 因為我剛剛講 這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 痛苦的所在 你覺得 他不在乎我 他不在乎我 像你們的同事也是一樣 各位 不要說我講人際關係 假設你們今天去上班 你有一個同事 給這個主管倒咖啡 給那個同事 好 帶一塊蛋糕 每個辦公室的人 他都給他一個禮物了 就是沒有給你 來 你什麼感覺跟我講 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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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失落 為什麼失落 沒有被重視 沒有被重視 因為他一點都不在乎 在他的心目中 你沒有 你沒有重要性 他眼中沒有你 聽懂了沒有 各位 夫妻關係 你什麼時候最痛苦 當後來 你在你先生的眼中 看到的都是他 他的心中 沒有你 是啊 之前有個學員 跟我說 他實在覺得自己很幹 我說為什麼很幹 因為他先生失戀了 他先生外面交了一個女朋友 被人家甩了 然後這個太太還要每天安慰先生 不要亂 然後先生就每天哭 老婆我失戀了 他們都不愛我 我不想念 我都不理我 我打電話給他 他都不接 老婆還問他 沒關係沒關係 這個老婆有兩種可能性 為什麼要這樣做 一個是神經病 一個已經崩潰了 發作精神分裂的老婆會這樣做 另外一個是 他開悟了 他很確定 他在先生的心目中有一席之地 他很確定 先生在他心目中有一席之地 而那個失戀是另外一席 沒有占到他那一席 沒有占到他的 那個位置 各位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知道 別說為什麼 他在講過 你同樣愛爸爸媽媽 難道你心中只能容納爸爸 不能容納媽媽嗎 還是其實你很清楚知道 兩個人的位置是不一樣的 各位聽到我在說什麼嗎 仔細想喔 你說你愛爸爸媽媽 那我問各位 你心中很清楚知道 爸爸媽媽是分開的席 還是是同一席 分開的席 分開的席 你對於你的伴侶喔 你覺得是 你跟小三 或你跟小王 是同一席還是不同一席 還是你那一席被取代的 只有一席 不是你就是對方 各位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來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親情的席位跟愛情的席位 都是席位啊 難道愛情只能有一席嗎 才叫愛情嗎 當初愛情曾經只有一席過嗎 各位 如果愛情只有一席 那從母到今 一個人絕對不可能 同時愛兩個人 對不對 因為愛情只能有一席嘛 那從母到今 有沒有一個人同時愛兩個人 我常講一夫一妻 也只不過是近百年的遊戲啊 以前永遠是一夫多妻 或一妻多夫啊 什麼時候人類歷史上 有過一夫一妻的 各位你告訴我 還是在說有沒有學歷史的 中國從古到今 什麼時候一夫一妻過的 你告訴我 華人從古到今 什麼時候一夫一妻的 有嗎 沒有 從古到今 只有一夫多妻 或一妻多夫 沒錯吧 少數民族在雲南那邊 都是一妻多夫 一妻多夫 對 然後 在以前的中原 從有歷史以來 都是一夫多妻 因為男人去打仗 死得很快 所以女人的人口 比男人多很多 有沒有 回教也是 回教為什麼一個男人 可以娶四個老婆 因為男人都去參加聖戰 吃光光了 所以男女的比例是一比四 明白嗎 回教徒 男女的比例是一比四 所以回教徒可以娶四個老婆 因為以前男人死得很快 因為去跟基督徒作戰 好 跟基督徒作戰 十字軍中爭嘛 所以回教徒的男人死得很快 這樣明白嗎 所以什麼時候人類歷史上有一夫一妻之人 沒有啊 好 我再回到剛講 各位 我不是說 你先生的心目中要很多席 我沒有 我只是說 你確不確定你那一席 是永遠不可被取代的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如果在一千萬有的心目中 每一個人的席次都是不可被取代的 你憑什麼認為你的席次是會被其他人取代的 好 今天我跟各位講 比較健康的心態是什麼 今天不管你的先生跟太太 是不是愛上了別人 你很確定你的那一席 是永遠不可被取代的 再來是健康的心態 明白了沒有 所以他現在的興趣是在另外一席了 聽懂了哈 所以他現在的興趣在另外一席 可是與你而言 你十分清楚地明白 因為你在宇宙一切萬有的心目中 那一席是不可取代的 所以你在任何人的心目中 那一席是什麼 不可取代的 你對這一點確不確定 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確定下來 你願不願意確定下來 願不願意 願意 來再來大聲你 願不願意 願不願意 因為這建立了你們基本的安全感 這建立了你們活在天地之間 你的存在的價值 如果你連你在一切萬有當中的地位 價值都被確定下來了 你問我你在誰的心目中 你的價值沒有被確定下來 各位 你在你自己心目中的價值確定了沒有 確定了 你再也不會掉入什麼 自我無價值 不管你第一任老公 離婚了 第二個男朋友 選了一個年輕單純的女性 第三個男人 批成四次 各位 你們不會再去問 我沒有價值這件事 好當然我們是說各位 你確定你的價值之後 就可以離婚 就可以工作都不要做 然後告訴我 我每天很有價值 我變一個流浪漢的 明白了嗎 我說的是內心的確定 這就是開幕的意思 是